昨天講到陳廣明和孫中山,陳廣明那一部分還有幾件事可以補充 起碼三次陳廣明是找了原則的 第一次就是,原來列寧是先找人去見陳廣明的 其實陳公博也有講過這件事,因為陳公博那時是共產黨 但陳廣明說跟俄國人合作是不可以的 所以拒絕了合作,自然又自然找孫中山合作 因為陳廣明是實力派,如果可以跟陳廣明合作 就不會跟孫中山合作,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為何陳廣明本來已經控制整個廣東 而是反而被其他聯合軍隊,被孫中山的軍隊趕走了 這個是永豐藍事件之後,孫中山那些是集牌軍,有田軍,有貴軍,有御軍,是其他西南國省的集牌軍隊 原來因為陳廣明是禁止了廣州附近的賭博,本來政府的收入很靠賭博 他就說賭博是害人,禁止了賭博,於是政府沒有錢,軍隊不聽命令 那些人就告訴他,如果你不放回賭博,越軍就一定倒台 陳廣明就說,越軍可以倒台,賭博是一定不能夠開的 結果被孫中山那些集牌軍就趕走了 第三次就是他下台之後,到了1931年的時候,日軍又支持他 就是好像想學東北一樣,經營廣東一個半獨立的地方 給他槍和錢,他也是一斷言拒絕的 好了,我們講到陳廣明,因為不肯開島之後,就是被孫中山的軍隊 就是那幾支集牌軍就趕走了,孫中山就佔據廣州 這就發生孫中山最難以原諒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就是這樣的,孫中山為了聯合他們去北法打不佩灰 聯合段期稅和張作霖需要很多錢 整件事開始於,其實他之前也有很多柯捐集稅 1924年5月下旬,廣州市政府宣佈了一件事 就是統一馬路業權案,說要開發馬路 其實那些店鋪很多,如果租別人,現在好像大陸一樣 他會搞了,如果租兩年、三年、四年,會預早給了四年錢 那個就叫舖底,現在孫中山就宣佈取消這些舖底 就是由頭再收過,不是那個業主收,是孫中山收的 政府將市內七十餘家的舖戶,高定國路地價,強煮客交易,消滅舖底 要不然就要搬,破壞租約,名為改良路證實質疑害商場 所以就大罷市,廣州市98個商民團體就進行霸市 結果這件事,孫中山就表示到27號,孫中山就低頭讓步 那時候又發生了兩件很嚴重的事,一件事就是田軍楊希敏部,因為說要北伐,勒索稅捐和開拔廢不稅,把九江鎮焚銷掠斷一空, 第二件事就是貴軍劉鎮環部在東莞縣城外焚銷兩量,努力奸淫婦女擊殺人民,廣州,廣東省的商戶 然後就決定做一件事,就是買一些槍械回來保護自己,這個就是商團 他們呢,這個就開始這個所謂的商團事件和火燒西關事件,是夾了一百萬 向丹麥洋行,訂了步槍,大小短槍四千多支,軍火一千三百幾箱 這件事是向孫中山的軍政部領取了許可證 後來雙方爭論,這張入口證在香港報章上登了出來,拍了照片,是無可抵賴 而呢,到了八月中旬,軍火到達廣州那一刻,孫中山覺得他不夠槍北伐 他就取消了那張入口證,把那些軍火充公了,這件事就是這樣而起的 這樣全廣東,一百三十八處鄉鎮,一起霸市,他們都不想和這個 廣州軍政府發生武力衝突,就用霸市的方法,就是要求他交槍 結果爭論了很久,其實國民政府方面就找了兩個人出來,就是村軍的 一個叫范錫生,一個叫廖恆超出來調停,雙方講好條件 因為那時候,孫中山就通緝陳廉伯,取消了通緝陳廉伯,發還財產,撤退市內的駐軍 商團就要改組,交給政府批准,陳廉伯就要通電,悔罪 應者要捐50萬給政府,這樣服侍,誰知道孫中山就無信用,交回軍火 就數目不足,而且不是他們訂的新的軍火,給他們一些舊的殘的軍火,於是又再霸市 又再霸市,孫中山就說,如果你們還是,他們主要的商團的地方就是關西,其實為首的陳廉伯是匯豐買白的, 孫中山就說,會炮轟那些,因為廣州的那些,大家看過黃飛鴻都知道,那些街上全部有些蘭山來保持治安, 閘住一條條街,用大炮來轟西關,用大炮來轟西關,於是,你們都知道,恐怕轟西關牽涉到沙面,於是四國領事就開會, 英、法這些領事就一起開會,美國最多人的四國領事,推英國總領事出頭,給孫中山召會,第一,你千萬不要傷到外國人,如果傷到外國人,我們的藍隊將會自由行動,第二,如果用炮轟,並無設防的城市, 是一種不文明的行徑,我們不排除會干預,孫中山就用這部電報指控,商團勾結英帝國主義, 其實,後來外交部已經罵了代總領事,說他不應該干涉中國的事情,只能夠保護外國人,而且不應該用這麼高調的聲明來發這個聲明, 因為會被人煽動反帝國主義情緒,但這就是孫中山所指陳廉伯及商團勾結帝國主義的, 作反的真相,結果雙方又說了,繼續,繼續這個罷市,孫中山就說明,買了300桶火水,如果他們再不投降,就會火燒西關, 於是商團為了避免和他衝突,商團就撤出了西關,結果其實西關是沒有人守的, 但是這個罷市就算了,孫中山就放火,燒了西關,燒死大概, 死了1,700人左右,整個西關化為灰盡,而孫中山就已經去了北伐, 接著他去了北京開會就死了,從來就沒有回到廣東, 當日,我再讀這個結語告訴你,孫中山的方法就是俄羅斯的方法, 即是蘇聯的方法,組織一個革命委員會,說這些是反革命分子來鎮壓, 這個墳委房屋三千余所,墳死無辜平民1,700人, 有言論的地方,香港,華致日報,當日的社論結語為, 我猶怨我三千萬元人,世世子孫, 無忘此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毅革命黨孫文, 等焚燒、奸略、塗陸廣州市人民之傷心紀念, 就是這樣, 朱中山就去了北面,他們都知道廣東的民情根本不容忍他, 他預備北伐之後都不回來,所以他自己是廣東人, 結果他因此就死去北京,這件事真是難以原諒, 因為他學了列寧的手段,多謝大家收看最新朝聖,